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明依 胆敢来我们今夜传奇 今天要跟我们的司马先生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鼓 说到个鼓啊 芳芳你知道什么吗 鼓倒应该就是五毒吧 不只是五毒 鼓呢相传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西南呢 很多少数民族养的一种特殊的这种这种毒啊 至于到什么东西详细的情形还是让司马先生跟我们来做个解释好不好 一般来说在云贵高原 像云南 贵州 广西的一部分 四川的一部分 都有养鼓的 那今天李明依来太合适了 因为他就是云南人 云南人啊 你的裤子是不是都被鼓咬破了 就是因为下了鼓所以得到金钟奖 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给评审下了鼓 我到云南也去出过外景 我去的之前很多朋友告诉我到云南可得小心点 不然就会被下鼓的 可是我们到那里接触的确是碰到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 但是我问他们呢 他们几乎都不知道什么叫鼓啊 我是觉得蛮奇的 所以这个传说大概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有的 我们看那个中国百方啊 像这个演说啊 演进说是汉代就有了 汉武帝就被演过 这个子人啊后来杀了很多人 南方也是从那个时代 就是两军南北朝时代 那个时候就有鼓的传闻 那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鼓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很简单了 就是上面是个虫 好多虫啊 下面是一个器皿的皿 就是瓦盆 是是是 据说是端元节的那一天的中午 要聚集各种毒放在盆子里边 不给它吃的 让它自己自相残杀 杀到最后留下来一个活的 那最多的东西就叫骨材 骨材料的材 骨材是材料还不算骨 把骨材 还要养的 还要养的 还要养 那么这个要搞一个密实 密不通风也没有太阳 把骨供在里边 骨材供在里边就去演 骨吃什么东西呢 据说是吃那个四川出的一种锦段 要买那个锦段 那就是蝉丝 蝉丝 蝉丝它是每一天一只骨要吃到三寸到五寸的这个布 要剪成碎碎的像商业一样的味道 就说演骨呢 是一定要阴人去演 就是要女人 男人不得进那个房间 方骨王 等到他演到这个骨啊 发光了 可以飞起来了 像闪电一样的在屋子里飞走 然后找一个地方一头栽进去 你也不知道在哪 像方方这种衣料就是蛮适合骨来吃的 对 可是不是四川的 不是四川的也可以吃 骨也不知道怎么调剔 骨材一看就知道是很好吃的 不过他说那个骨啊 它的毒在哪里呢 就在它的粪便 所以演骨的人家就准备一只碗 它那里边就粪便 然后就连成粉末装在瓶子里 要用的时候 比如说筷子上粘一点 壁尖上粘一点 你舔壁的时候 就会舔上去 就进去了 那要解毒的话要怎么办呢 解毒它另外有解药 但是没有解毒的话 就中骨了 那么这种是毒骨 另外还有一种琴骨 你比如说像八哥这样子漂亮的汉家郎 到了这个苗间去 四川先生真的是太认识了 不是太认识了 真眼说瞎话 到了苗间那跟苗家姑娘就成婚了 然后你过了一两年呢 说我想家了 我要回台湾去一趟 那姑娘就看表了 看看什么时候你要回来 说是一年还是半载 它就炼造那个东西 钉丝炸弹 给你骨放进去 到时候回来便罢 如果不回来就都发生了 说这个骨原来有分毒骨跟琴骨两种 那我相信这个国内很多女子都希望能够练得这个琴骨的秘方 求得琴骨秘方 可是琴骨下了 然后时候到这个对方会死掉的 可是自己好像也会挂掉 对自己听说不好 自己不会 女的不会 女的不会 男的会 有一个人回到湖北去 结果回来的时候 差一天的时辰 他夜晚肚子就脏痛 啪的一声破了 七把刀子 一手 尖子都露出来了 所以有些下骨的人 不是钉子 就是刀子 怎么会骨会变成那种东西 到现在还是无人能解了 那解药通常也是自己去提炼 他自己会提炼 不过一般来讲说这个骨好像听于是传说 照道理讲的好像应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可是这个传说已经就像司马先生讲 从汉朝的时候就有了 所以讲讲这个无风不起浪 可能还是有点道理的 只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办法敢证明就是了 对 你比如说在传说里边 这个骨有蛤蟆骨 有麒麟骨 蛇骨 还有金蚕骨 什么鼻虎的 各种的奇怪的这个骨类 传闻也相当的多 而且最近 有的电视上也出现过 在这个泰国 有一个自骨的一声 这个地方痛了 裂一裂裂一裂 钉子就出来了 众目睽睽之下就可以 表示说还是有 还是有这种东西 从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云南云县的人 他家里就羊骨啊 真的羊骨 是 我们来看一看 说是云县有一个四家 他是做生意的 他们家里的老太太就阴阳怪气 据说就是羊骨 他这个儿子呢叫孟骨生的 他这个媳妇姓斯 家里头就有点阴阳怪气 那个老太太就冷着脸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怪怪的 有一天儿子出去办事 那个老太太啊 他就翘翘地走开了 走开了 他就阴生生地 就走到一个里边的那一家 从来不打开的房子 这个媳妇啊 就好奇啊 就翘翘地跟过去 看看他婆婆到底在干些什么 好奇啊 是 我们的邪魔 自己的邪魔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媚妇惶恐 明媚妇只有一个儿子不能拿来作为供物 她有一个媳妇 师师 长得肥白仙嫩 明媚妇就拿她来嫌贡 孩子啊 你这外头辛苦了回来也不多歇歇 女儿 这生意旺人才忙嘛 生意还能旺多久 很难说了 怎么了 女儿 后堂的老爷欠功啊 哦 多买几个猪头牲口祭拜下去行啊 你不清楚 过两天你自然就明白了 是的 对 冬自尊 你不清楚了 你是个人 现在大家只有方方方 马上拿去献给股神 是 我想请教一下您 这个股神还要祭拜活人吗 股神他是读股的话 他一定的时间要吃人 那怎么样给他吃 他不是吃 他就是股 同这个养股的人和尔为异 他走到街上 看到那个气衰的 历劫的那个对象 他就用眼睛对着他看 然后是勾魂射铺 就把人家的魂灵勾过去就吃了 就是学气 精气 那个人回家以后就衰弱 慢慢地就死去 那如果要当贡品的话 有没有分是要一定要男的或是女的 还是一定要什么细白鲜嫩 贡品细白鲜嫩 当然更好 黄牛肉了 像我们这种老水牛都不好吃 但是股神一般来讲 他不怎么挑剔都吃 还不挑食 生冷不济 好 就是这一个 这个媳妇 她就听到婆婆讲的话 她在趁着婆婆不在的时候 她就悄悄地走到那个密室里边去 揭开盖子 看看那里边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娘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你怎么突然间这样的 娘 娘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来骨骼已经合而为一 一烫了 把她娘给烫到了 她是用油还是用水 可是刚听的那种好像那种吃扇胡 要淋上去一碗了 烫油 你真是能吃 怪不得细白肥嫩的 人家名字烫的骨是蛇骨 你竟然说扇胡 谁脸上你真真强 不是 我听到那个声音 明吃扇胡 撒 又饿了食欲大增 油炸锅吧 为什么会这样 她明明是已经破坏那个骨神嘛 为什么那个妈妈 人到跟骨到后来合一啊 烫了那个骨就烫到她妈妈脸上去 真好 养骨最后是害人害己啊 别人没害到害到你自己 作发自闭啊 那如果说她养了这条骨如果死掉的话 那养的人会不会死啊 养的人会死掉 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还要养呢 对啊 因为她 因为她想暴富得到暴力 所以就等于人呢如果要同这个什么东西啊 不好的挂钩的话 那你就很难脱手了 中国好像很多这种事情啊 李渡 李渡好像经验相当的丰富是不是 故事相当丰富是看了很多 我很喜欢看鬼电视啊 故事方面的我很喜欢看 不过听说上次我们一块去新疆的时候 听到一些蛮传奇的故事 这个是比较没有这么斜啦 也是跟琴有关系 这是一个习俗 那像我自己听说的 我听说在东南亚也有很多这种下骨啦 养小鬼之类的 很多人跟我讲过 比如去东南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听起来心里毛毛的 就不太敢去 在家有没有听了那么多 有没有自己回家坐一坐 我坐啊 不行啊 这个功力还没有那么深厚 对啊讲 司法先生 像您这个年纪啊 比我们都长很多 而且呢跑过大江南北 全是跑过的地方 一定碰很多怪事 其实不要说您去拿我们任何一个人 好像经常都碰到一些怪事啊 那您自己怎么样 有没有碰到一些蛮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是有了 不过我这个人呢 像学家说我双掌同纹 有惊无险 两个手的手纹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坐飞机 以后跟着我坐 绝对没问题 那也不一定 那有的人飞机同样坐一个飞机 就飞机栽了呢 有的人就死 有的人就没死 坐飞机我看也不一定保险啊 今天你一定要跟我们说什么 带来说一些对什么样的传奇故事 有些事啊 你比如说这个人吓人比鬼吓人更可怕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遇到的一些事 或者听闻上 记忆就非常深刻 这个早先呢 有个穷的文人 他就是逢到赶考的日子啊 就凑合了这些银两 然后就带着书香啊 就开始赶这个长途的路 他一走啊 就走到这个荒山野地里边去了 他走着走着的 他这个前不八成后不在八殿呢 他就看到远远有个灯笼 于是后啊 他就走上前去 怎么我的谁啊 兄弟是路过此地 只一摸黑迷了路 想在此地借住一宿 原来是一位书生 实惊实惊 不敢不敢 里边请吧 多谢 没想到在这山野 还能碰上读书人 真是不容易啊 见笑 见笑 读书不能济世 真是惭愧 还没请教老先生尊姓大母 老小姓丁 你叫红仁 红化的红 仁义的人 红仁 好名字 小兄弟 我看您赶了一天的长路了 恐怕还没用饭 不错 只不过怎么好麻烦你呢 荒郊野外 粗茶淡饭 您不见笑就行了 这么说 一会儿呢 就陪老小喝两杯 真不好意思 初次见面就来掏扰 老实说呢 我的魔区实在太小了 平常呢 也不留宿客人 您是一介租神 我是头一回破例 听您这么说 兄弟只有分外感激 气花献福 敬您一位 谢谢 在我屋子里头呢 也只有西屋那儿 有床部 恐怕太有群影了 哪儿的话 出门在外 有的住就应该很高兴 真是感激万分 那小兄弟 您赶快用饭 用完之后呢 送走点安息 老先生 请 这老先生的饮食习惯很特别啊 吃到什么东西啊 好像不知道什么蜥蜴 还有壁虎之类的啊 大概你朋友也是吃那种的吗 他的吃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蝙蝠的 蝙蝠 不过刚刚好像吃的蛮多 你看他牙齿 他是西斜的啦 是冰南 不过刚刚那个那个主人 他的名字取得很好 红人 那八哥去演的就是盲人 大盲人 我也看不见的人 不过我以前小时候 经常听大人说故事 说什么到了荒山野地 没有地方住啊什么 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那时候我们就住了个 那么繁荣台北市 就很难想到这种事情 后来我们到了大陆去探亲啊 或者去拍戏啊 才知道 大陆的地方实在太大了 真的是经常会碰到这种地方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走得好久好久就几户人家 甚至就一两户人家啊 可能这个描写就是那种情形 对 确实是有时候会遇到怪事 不过一般的故事分两种 一种是平起 就是开头看起来没什么 一种是直起 直起 哗一声响了一张鬼脸就推过来了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故事是平起 前半段看起来很平常 这个步步惊魂都在后头 所以人家说两军作战 在枪还没有响的时候 是最吓人的了 对 枪一响的话那就更吓人了 接着是怎么样吗 司马先生 接着要朝底下看才会知道 来来 继续往下看 抱歉 抱歉 这地方呢实在太小 委屈您了 我看您就早点休息 这 这口棺木是 哦 哦 这个 这没什么 你们别管它 我看你还是安心的休息 这万一要是有任何的风水草动 可千万不要惊慌 我走 请说易青 能够驱鬼避邪 在这荒郊野外 今天晚上就只有靠你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兄弟 昨个晚上睡得还好吧 老星 老实说 昨个晚上我一夜都没有合眼 老星 房里面那口棺木到底是谁的 她是我女儿 你女儿 她昨天晚上爬了出来到我床前 翻我的书 拉我的被子 你甭大惊小怪的 她是怕你着凉 这不有这种鬼呢 你说我是鬼 她可能在背后坐 这 这 她的 她是人 不是鬼 那她为什么要躺在棺木里呢 小兄弟 你有所不知啊 这小女儿呢 从小得了一种怪病 她的体肤呢 不能长期暴露在大气之中 所以呢 她晚上睡觉了 一定要睡在棺床里头 是啊 女床又宽敞又凉爽 不好 好 好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司马先生真的有这种病 需要睡这种棺材吗 棺床 对呀 有这种 不但是这样 尤其老人呢 他好不容易凑钱买了一个寿材 没事儿躺在里头过过瘾 等死后躺着也不能翻身了 有什么味道 哦 这个是真的 这个我据我的家母告诉我 我们家 我爸我们家 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呢 都要准备好一个寿材 他放在家里面 老年人假如说年纪大了 小辈的晚辈 没给他准备这个棺材放在家里面 他会生气的 而且我也听说一个怪事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给我老奶奶 要准备给我棺材嘛 结果那个做棺木头 拿那个斧头一披下去啊 他就知道这个棺材 是男人躺的女人躺的 他这个棺材是男人躺的 可是老奶奶说根本是我的 怎么会男人躺的呢 就果然不错 后来家里面另外一位晚辈 是男的先去世了 不要生病了 就真的就给男的睡了 他借棺了 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啊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母亲给告诉我的事情 这是很慢 不过说到这个棺材当床铺 不晓得有没有 起码我们知道在国外 很多这种恐怖的酒廊 或者餐厅真的用棺材来做椅子 或者来做这个装饰品 不过像像美国一个红歌星 Michael Jackson 他也弄了一个 类似一个棺材的一个东西 是透明的 可是里面完全是氧气 他为了要美容 对 曾经有没有碰过 什么这种奇怪的事情 我倒没有 我是很相信这种事情 可是我觉得灵魂 我不说鬼的 跟人一样 他根本不会无聊去招惹你 一定是你先招惹他 或说你跟他特别有缘 他才会来找你 你不要急了 曾经有一个人住 他迟早会找你 不会 我是满脸正经 他不会来招惹我 那就见经鬼找你 那廖俊呢 有没有这样一些 比较奇怪的事情 我曾经碰过了 真的 我想他刚刚讲的是对的 那个灵魂跟人是一样的 我在十几年前到新加坡去作秀的时候 我曾经碰过 我对这个事情一直想不通 我想除非是我碰到鬼来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而且我在很清醒的状况之下 就是那一天晚上我睡 我刚到的第一天晚上 那时候我睡觉有一个习惯 就把灯全部都关掉了 我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那个床 床尾好像动了一下 我就醒过来我眼睛张开看 我就看到一个男的 就坐在 坐在我那个床尾 然后还靠着那个墙这样 晃晃晃晃 难怪我那个床会晃的 我就想要再看清楚 如果那个时候灯全部都关掉 我就感觉到房间里面不止一个 还有很多 一群很热 开会耶 好像在那边开会一群这样 结果我再仔细看 我看到化妆台前面还有两个 还有 两个也是男的 也三个男的 总共是三个男的 那刚刚给打麻将了 所以就在咬你啊 没有不是 那他们 那个化妆台前面那两个站着这样 好像在讨论什么事 那我 我那个时候的直接的感觉 是想要跟他讲话 第一个反应我是要开灯啊 一紧张啊 灯在哪里啊 找不到灯啊 你不要劝机摸身体语啊 没有 差那么远啊 没有啦 差很远 然后我想到 我必须出生啊 那你说我是不是做梦啊 我还想 因为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嘛 我应该跟他讲国语还是讲台语 后来我想那个时候国语 就是华语在新加坡都通嘛 我就喊 谁 我一喊谁的时候 床下那两个啊 嘩 转过来 嘩 也上床啦 而且上来的时候 那个床还动了一下 那坐到我前面 三个就坐到我前面了 那我那个时候我人还在床上 我说 那个时候我还在想 我是不是做梦啊 或者我会演花啦 那明明三个人在那里啊 我去抱他 中国人外国人 长怎么样 有没有很恐怖的样子 不恐怖 就跟人一样 有没有绿色的光 就跟 没有没有没有 跟人一样 可是呢 那种感觉好像看到水蒸气 好像是透明的 又好像 明明他是存在 但是我还去抱他 又是空的 那时候 我直接反映说 你们要干什么 三个都不讲话 那我就快点到床下来啊 我想 人家实际上说住饭店 有时候会给你 要床啊什么的 我就说 你们是不是要我这个床 还给你们好啦 那三个都不讲话 就说 一个还戴眼镜的 我戴上你那种眼镜 真的 一个是戴眼镜的啦 然后我就想要出去啊 但是因为第一天晚上住啊 对那个房间的环境啊 不熟啊 走来走去 不是碰到桌子 又碰到椅子了 鬼挡墙 也不是挡墙 我自己太急了 因为他们三个也不挡 我就坐在那里看啊 就我摸摸摸 给我摸到那个窗帘啊 我想窗帘外边一定有灯嘛 我就把窗帘打开啦 一打开灯一照进来 不见了 那我就把灯打开 把窗帘拉开 所有的灯都打开 我一看大概四点多啦 哇 第一天到很累啊 我又睡啦 那时候我也不怕啦 我又睡啦 等到第二天早上 我一醒过来的时候 欸 灯怎么是亮的 然后窗帘都打开了 我在想 那我昨天碰到那个事 是真的啦 我就跑到楼下去 跟那个柜台讲 欸 你怎么弄那个房间给我啊 什么事啊 我说有鬼啊 他说没有啦 你十一楼没有啦 十二楼才有 他竟然真的跟我讲 十二楼才有啦 十一楼没有啦 那我在想 这是不是我碰到的呢 因为 每次 有人有这种经验的时候 医生就拿医学原理跟你讲 说你一定是冲了冷水澡 或者是打被子 嗯 这个浑身的冷热度不平均 就产生假性的心脏麻痹 而产生一种幻象 嗯 可是有的人说呢 这是眼珠了 你根本呢 就是人的神经有两大系统 一个是主要的神经 一个是迷走神经 那么一个神经睡 一个神经醒的话 容易产生幻觉啊 就是韩瑜说 游宜在波淘 细说曾经演 就演住了啊 可是这两种说法 我觉得都 都不可靠 那么你一定是碰到鬼了 对 我也相信我是碰到鬼了 只有在这个单元的时候 方方跟我靠的最近 那就是今夜传奇 今天我高兴在我们今夜传奇里面呢 还请到两位来自香港的朋友 一位呢 在香港可以说是鬼学大师 那就是黄百明 黄百明 以及香港小姐杨宝林 欢迎两位来 今天呢 这个香港的 专门是开心鬼啊 跟我们 司马先生 专门写各式各样的鬼 你们不要切错切错 司马先生比起来好像没有开心鬼吧 有没有 也有 不过很少 很少 像他这样的鬼都看几次 没有解决 杨宝林不是演鬼吗 我不是 你不是 那你是专门在演开心鬼 对 我专门演开心鬼 一般来讲 这个黄百明 你这个长牌鬼戏 你对鬼的感觉是怎么样 跟我们观众说一下 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没有鬼 我觉得是鬼由心生 鬼由心生 你觉得这个鬼是恐怖 那么这个鬼出现在里面前一定是恐怖了 那这个杨宝林 你觉得呢 你在你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碰过什么 你觉得蛮奇怪的事情 或者甚至于真的碰到鬼没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碰到鬼 不过我小时候的时候呢 很怕黑 很怕一个人在房线里面的 有一次我到日本去玩 跟我妈妈一起去 我都睡晚了 他们出去吃东西 留下我一个人在酒店 我醒了以后想去找他们 走去下楼了 很奇怪的是 电梯 那个电梯呢 开门以后有关门 有开门有关门 都没有人在里面了 我都怕了 所以我都没有去 走回房间里面等 我妈妈回来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打电话 找我来陪你呢 因为我 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你吗 不是 那个时候我在旁边 就没找你了 我好满明讲说 你们在拍开心鬼的时候 还有真正的开心鬼 在照顾着你们 对对对 有一次我们拍开心鬼的 有一个灵犀演员 他说他有这个阴阳眼 可以看见鬼的 这场场戏 我们在这个树林来拍 通宵晚上拍 这个时候 我跟这个开心小女生 都在一起了 这个有阴阳眼 这个灵犀演员 就跟这个小女生说 这个鬼 在这个树顶上面 看着我们拍戏 这边也有 哪边也有 哇把这个小女生 这边都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晚上都不敢到一 上上一号 我也是阴阳眼啊 你看我们 camer上面也做了 做鬼 这边也做鬼 就是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结果 我们害怕 结果这个戏拍完以后 我们离开现场 发觉外面都是 杀大雨 都是地上都是西的 人家说整个晚上 杀大雨 但是奇怪 我们现场一点雨都没有 拍戏的现场反而没有雨 反而没有雨 我看大概是 这些鬼都在这个树顶上面 替我们拿一个很大的扇 散帮你们撑着 司马先生 您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鬼故事呢 我是讲这个心里有鬼的故事 一般来讲大家都说他不相信鬼 其实他心里我看也是挺害怕的 这个一般人是这样子 嘴上又是说鬼在哪里 我不怕鬼 那种人是假大胆子 他是最怕鬼了 以前呢 有个人 有个人他是说什么呢 他是小偷 他是说这个 要偷人家的时候啊 他师傅告诉他 如果听到有人 哼哼 在咳嗽 那你就去弄一点 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心虚了 故意咳给你听的 那么第二种呢 你进去以后啊 小声的问你 谁 你是谁 那么你就说要点路费 他就会如数奉上 便宜 他最怕的一种是黑灯黑火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音 那你下去看看 说不定当头就给你一棍 一个闷棍 那个胆子越大的 又不讲话 我每次到方方家 他们家都没事了 他妈就拿个棍子 等着 我赶紧就离开了 他现在额头到现在 还在肿着 一直都没有得手 好 我们来看看 今天呢 斯文先生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鬼故事 早先有个宋老先生 他是个团馆的老先生 倒也是一般一般的 这个正经八百的 他在这里啊 叫教书 教书呢 他是搞成竹子学的 他老实说啊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 他就给这个学生啊 就讲这一套 夫子啊 这人世间到底是有鬼 还是没有鬼啊 圣人密教 一切以人为本 哪里会有什么鬼神啊 一切不虚 不患不惑 往后你们不准在夫子 台卫面前说鬼话了 夫子啊 我看你是年纪大了 有点耳背 我们师叔后面的乱葬纲啊 每天晚上都有鬼叫 对不对 对啊 那夫子没有听到吗 就是嘛 那调躲战场中啊 也提到鬼哭呢 对啊 那夫子的意思是说 韩玉他的说谎哦 对啊 夫子说谎 明完不灵 你们真是如此不可教育 我活了这把年纪 从来连跟鬼毛都没有摸过 好了好了 你们背书了 夫子 明儿个哦 那个下个村子 那个江家雪儿媳妇 你去喝完喜酒以后 你半夜就要一个人走乱葬纲 对啊对啊 到时候那鬼火在绕着你绕着你绕着你 好可怕的哦 夫子还用手用脚去踢 然后越踢越多 越踢越多 哎哟 到时候夫子你害怕哦 想找人帮忙一个人都没有 哦 好啊好啊 那些都是灵活下不着我的 你们给我好好念书 不能再胡说八道吧 大 大 大 叫模糊 寂寞的 苦难 承认自己苦苦 大 拥有 宋老 今天酒没有让人家敬信啊 不好意思 看你早点 你放生了 哎哟 托鸣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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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不送了啊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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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乃人啊! 怎么了啦...... 都是你们出的鬼主义 不是! 你們會出鬼主义? lined成ierung 第一次都是你出 你這鬼 你這時候又怪我了 沒辦法了 要插 怎麼可以半鬼下腹子呢 不是我們 她自己 她自己出去 她自己活該倒楣 這就人受傷了 你又怪她了 你這就奇怪 司馬現在你覺得這身上 到底有沒有鬼 我看這個射鬼 好可怕 你看 剛才這個 她說她是世界上沒有鬼 如果真的沒有鬼 她幹嘛要拿東西打人家 幸好是拿個木棍子 如果是拿個宴臺 我恐怕她學生就給她打死掉了 這種學生多打死幾個活該 更不是頑皮鬼啊 怎麼可以這樣嚇老師呢 老師年紀大了 雖然不像一鬼 這一下給她嚇死了 那怎麼得了呢 所以沒有人傳言解惑 人嚇人是嚇死人的 所以大家這個聽聽故事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裝神弄鬼 千萬不要裝神弄鬼 這些女的 真是仙女下班 千萬不要裝神弄鬼 姑娘,您的頭髮可真是美呀 您的臉蛋一定是更美 能不能調過頭來讓小生我見識一番呢 我的臉不怎麼好看 不要緊的,我只要看上一眼 真的要看,不怕嚇著 我是不會被嚇著的 那你就看吧 我的媽呀 好,各位朋友 在我們今天的今夜傳奇當中 要給您介紹的故事呢 就是鬼下燈圖子 燈圖子呢 好像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色狼 是不是司馬英人 對,古時代稱得比較文雅一些 他們講這個色狼最特殊就是看女孩就會笑 笑上不見眼,只見牙齒就是色狼 所以燈圖子別好八哥 今天我們請了兩位非常美麗的小姐 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她們一定經常碰到燈圖子的騷擾 那就是方濟韋 方濟韋以及周子涵 周子涵和方濟韋的癡妹 對,她其實是我們的電台宣傳 現在我當她的宣傳 這樣子 那你們好像公司特別奇特就是專門 內舉不必輕 專門學你們的職員當歌星 她以前是國光儀校 她是主修聲樂、復修鋼琴 那她以前到我們公司 本來就是要當歌手的 所以先讓她了解情況之後 來再當歌星 我們剛剛談到這個色鬼 像你們,尤其你是夢中群人 有沒有碰到過色鬼 我覺得我長得比較安全 所以還沒有碰到過 那周子涵你呢 搭公車的時候常碰到這種情 常碰到啊 方方方呢 以前大概在念書的時候 搭公車的時候 機會比較多 常常會碰到 因為公車的時候 因為人太多了 就非常容易碰到 那個時候我發現 他們真是沒眼光 現在機會都錯過了 不搭公車 就是 機會比較少一點 一直盼望機會再發生 那孫大先生你告訴我們 今天跟我們講的是 鬼跟燈圖子有什麼關係 一般來說起來 就是見牙不見眼型的人 是有一股邪氣 你如果在荒郊野地上欺負女孩子 很容易遭到報應 大概就是這樣 好,聽說今天準備了更好的故事 這是開場白啊 最精彩的恐怕還在下面 接著就來了 對 快點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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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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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誰呀? 不一定被燒為窗那麼用力, 像撞到鬼似的。 快走,快走! 啊! 高哥,有誰呀? 救命呀! 都不會是誰呀! 是誰呀? 打,跟你打 打死誰呀? 打死誰呀? 是誰呀? 是我! 姐夫啊 你三天八夜跑來幹什麼? 是誰呀? 我跟你說 我剛走一路 遇到鬼了 姐夫啊 我看你八成是遇見女鬼了 你怎麼知道? 你的為人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呀,瞞得過老姐 可是瞞不過我的 你還真會算啊 姐夫啊 看你渾身髒兮兮的 你八成是打李家灣那兒過來的 我告訴你 那兒全都是荒墳堆 有個女鬼呀,前兩年 把咱們街口那個賣豬肉的豬大貴 給嚇成白癡 姐夫啊 你該不會是 遇見她吧 算我瞎了眼 真夠晦氣的 唉 你是不是又認人家當你的表妹呀 唉 啊 你說是不是啊 說實話吧 說 我告訴你呀 你不找人家 人家可是會來找你的 你這是自作自壽 吃不了兜著走 趕快回家找河山念念經 唉 我真夠倒楣的 唉 好 從這兒知道一個色鬼啊 可得搞清楚啊 要碰到鬼的話呢 真是倒楣的啊 這個偷香沒偷著 反而被挨了一頓揍 所以八哥你這種長相算起來 應該要去美美容 免得到時候走在路上 莫名其妙地 也給人家挨了一頓揍 我不好色就好了 我說你長相像個色鬼啊 好 非常感謝方方對我的稱讚啊 不曉得你們兩個女士 是不是覺得我也很像呢 不會啊 她們兩個人迷我 真眼說瞎話 好今天非常感謝司馬先生 到我們節目裡來 給我 也告訴我們一個鬼故事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要大家注意啊 千萬要 行得正坐得端 不要這個 有越鬼的行為 就會碰到鬼的機率 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們中國人常常在講啊 說是一表三千里 見人就搭膀子 然後就是表兄表妹的套進口 對 總有一天啊 會遇到鬼 就算不遇到鬼啊 有一些什麼交叢疙祸啊 比鬼還厲害啊 好 各位觀眾朋友可得注意了 自免之 互免之 自免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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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